八阳座无论是上升或是太阳 那这个农历二月会怎样呢 有些智库很大鼻 我们香港人叫 那为何会这样呢 其实就不是没原因的 你们都真的挺抵散的 是挺厉害的 怎样厉害呢 首先火星 你们的主星在摩蝦座 摩蝦座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位置 同时是合了这个好像倒转了的八爪鱼 一个R字这样的东西 火星是这个 红星象征 即是那个传统的那个Mail Sign 那现在下面就搭着了一个 八爪鱼倒转了一个R字 那这个就叫做南交点 那我们叫Ketu 在印度的千星学 那就讲什么呢 咦 你们的工作运不错 可能甚至好一点的 有些人会升职 那但是这件事呢 就会造就了你们很大支东西 觉得自己很聪明了 看下我多厉害 是不是 那就会有点点 自负 看人家不起 OK 那何况呢 同时呢 就发生了一个三分之上 即是现在这条很幼的蓝色线 三分在哪里呢 就三分金牛座的那个天王星 那所以你们的价值观呢 是的 你们一向旧有的价值观呢 会越来越泥足深陷 不能自拔 甚至是不单是普通的价值观 它会变成一种成见 对人有很多的bias 对人有很多的prejudice 你只是觉得你们相信那套价值观是对的 别人那些是放屁的 OK 那何况呢 中呢 即是那个火星 又去到那个火星那里 那有条粗蓝线呢 就六分中 双鱼座的 现在这个太阳和月亮 就是这个新月 是的 那说就是说呢 双鱼座是说什么的 是说 发梦的 OK 你们会 住在自己 梦出来的小宇宙 是的 真的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大太聪明了 是的 是的 会在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美好世界 是的 但是我再说一次 不是完全幻想出来的 因为不多不少是根据你们 在工作事业上真的有一个成果 是的 但是你们就会觉得自己 哎呀 好像升了职了 我是king of the world 这样 OK 这样会导致什么呢 你会导致人家讨厌你 是的 要是人家讨厌你 那人家就排斥你了 但是呢 亦都可以导致呢 要是你看不起人家 那就变了你排斥别人了 OK 无论原因是什么 都会令到你 和一些群体的关系 很疏离 你会变了格格不入 你会变了那个 离群 离群之马 虽然没有这样的成语 我们叫害群之马 但是你会变了离群之马 或者这么说 Low move 离群的那只狼 OK 提一提你 这个世界上呢 很多时候人多好办事 很多时候是要借力打力的 可以提醒你 如果今个月 这种负面能量是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你就得不到人的力量去帮你了 对不对 就有很多你想做的事 是一定会失败的 对了 吹急避空就是为了这样 就是要提醒你 会容易犯什么错误 就从而去避免了 好